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h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影片开始之前先感谢马来西亚基隆坡 KL Mid Valley 1010这间表店 还有西铁城 Citizen马来西亚提供小刚拍摄这支手表 今年2024Citizen又有非常值得看的作品 好多年了 都好久了 小刚没有去聊Citizen 突然间又出现了一些让我关注的一些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表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这几年Citizen确实有很高的话题性 在这个玩表的朋友圈当中 甚至是这个百万等级品牌 这个MBNF推出了这一款 大家都吵架了 都有溢价了 这一种这个MAT1 project 也是用了Citizen的这个基星去改了这个表款 由此刻见 Citizen它这个基星的耐用性还有走势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那今天Citizen在这个 Series 8 8系列有推出新作品 那说真的啦 真的是一代比一代好看啊 问你惊不惊喜 们类谁美 Series 8 Series 8 一致都是主打 马币一万以内 这一种算是中高端系列的价位 那在短短几年已经有非常多的款式跟系列推出 那小刚这里就快速帮大家总结一下 从好几年前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就是这个831的系列 这个型号 那它主打 你看官方小刚这边有展示 它就是主打在一个三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款式 那主要也是 就是在表盘上面出了 一直都有推出 更新新的颜色 那最近还看到它出了这个绿色绿盘 哇 这个绿非常的烧啊 看上去 有机会小刚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那再来就是后来它又出了这个830这个系列 那830也是一个三针 只不过它是更高价位的 就是它在表盘上面有更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细节处理 还有甚至用到了这个贝克姆啊 就是mother of pearl的这种材质 作为它这个表盘的这个设计 那再来也可以看到它推出过这个870 那870这系列小刚也有介绍过 它是主打用了这个超高频的这个0950的这个机性 它设计也跟这个830还有831有一些少许的不一样 它整个表格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这种多层次 非常多丰富的这个设计 那再来后来也去到这个880 那880就是主打有这个GMT 功能的这个机性 两地时间的这个这个功能的这个表款 它表圈也是有两个搭配的颜色组成的 这个880系列 那再来就去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最新的这个890 这个型号 那890这些型号就有更加的这个硬汉 更sport的这一种更热血更sporty的这一种设计 那再来就是也主打一个比较类似于潜水的这一种 规格 它有这个高达200米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性能 那目前就是有这几款 在这个Series 8 Series 8当中 就是有这几个型号 这个890系列就是这一次最新的作品了 890系列品牌 Citizen主打是 当然刚刚有提到 更好的这个防水性能 可以高达200米的这个性能 在外观设计的语言上 整体看下去是更明显的这种硬汉的风格 那而且他这一次有推出一款全球限量1700支的这一种 三分一一配色的表盘 Selmon Paint道 不过在官方它是称为这一种 樱花表盘 那表盘的这一种 它的这个雕刻的纹路 这一款限量版 确实有点像那种樱花的这种花瓣的形状 不过我个人觉得蛮有那种万花筒的那种视觉效果 那近看之下 质感确实非常丰富 非常多层次 那而且这个三文鱼的颜色 它这个色调 它调的不会太过女生 那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那另外一款不锈钢 钢色银钢色的和这个电镀PVD金色调的 它这个表盘的纹路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种全新的这个设计 有点类似像编制出来的这种纹路效果 还是蛮特别的 那表格是在一个42.6mm的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才是这一次这个Series 8一大的这个亮点 它表圈有八个角 那正面到侧边都是由多个不同的部分去组成的 而且还有非常多不同的切面的角度 还有巧妙同时运用的这种高级表啊 常看到的这种拉丝和镜面 抛光两种打磨工艺去结合 那一直到钢带的打磨工艺哦 一点都不麻糊啊 它钢带这个H造型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看哦 拿上手的这个质感可以讲啊真的是绝啊 从整体外观上哦 小刚拿上手啊 真心是觉得它比很多这种瑞士同价位的表做得更优秀啊 那同时啊 在两点中方向 它类似这个按钮的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用来旋转啊 设计在表盘内的这个潜水即时的这个表圈哦 那时不时的你拿来玩一玩哦 还是蛮有趣的啊 那上手厚度非常完美哦 在12mm多左右了 它这个厚度是非常的包哦 机星搭载是这个Citizen旗下9000系列的这个机星哦 属于是一个高配版的这个机星哦 高配置的这个机星 而且啊防池功能哦 是已经高达16000这个安倍哦 那国际规定定下的这个标准 ISO防池哦 只是在一个4800安倍左右哦 那这个性能哦 16000防池的这个性能啊 其实已经秒杀 统计很多对手啊 而且9000系列这个机星啊 是4hz 28800频震率了 就每秒跳震动率是跳八次的 这个高频的这个机星哦 所以不知道大家这次觉得 西铁城出了这个款式啊 哦 有没有诚意 留言在下方讨论一下 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 拜拜